相处最多的应该是学友 刘德华辈问 与其他三位天王中哪位关系最好 之间他不假思索表示 和张学友最为密切 而后他还公开评价 张学友是实力长将 想当年二人互相压制 互相进步 比如说张学友 他的歌迷会觉得 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能拿最首欢迎男歌手 就好像我的歌迷 我可能唱没有他好 但是他很用心 为什么你们那么不公平 不让他拿到什么金曲或者怎样 两人竞争二十余年 刘德华抢不来张学友 不稀罕的金曲奖 而张学友也得不到 刘德华轻轻松松拿到手的影帝 两人在奖项方面相当贼着 有此还以颁奖嘉宾身份 出现在金像奖颁奖典礼 软心大发地公然在台上 响起最佳女主角奖杯 什么放低啊 放低先啊 我话仔拿着先啊 女儿都拿着先啊 不财 你拿着先啊 好 我都拿着先 后来两人因发展路线不同 鲜少通台 最配有新人是李解肥 王不见房 两方粉丝相看两眼 不认情的媒体 为仇人 而天佑家族放话 只要两方一见面 就会在娱乐圈掀起一阵腥风血雨 后来刘德华给这段说法亲得打假 他和张学友虽然是竞争关系 但也是关系不错的朋友 而张学友也曾说 自己每次累了想休息的时候 只要看到刘德华还坚持 他就会某足的劲往前跑 你最喜欢哪飞天王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